唐一新张若云现在的爱情也是长达八年 咱们的人生中能有多少个八年 如果能和自己喜爱的人一同度过八年 也是一件很夸娇的工作 就像唐一新张若云相同 他们互相扶持互相信爱 一向走到了今日 也是许多人心中关于爱情的一种神往 或许这就是爱情最好的姿态 今日就来和我们说说 张若云自扑不会与唐一新成婚 说出五个字让人意外 网友心碎了 其实他们两人相识 就是一种很大的缘分 既像是偶像剧中的狗血情形 可是更多的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可是小样子更情愿了解成天意 由于他们俩实在是太登对了 唐一新很喜爱吃樱桃 也很喜爱樱桃 樱桃也是他家中必不可扫的一种生骨 一同他的许多单品都是樱桃系列的 公然爱吃樱桃的人 都会笑得和唐一新相同甜养 他可能小时分就是吃樱桃长大的 而张若云也是由于唐一新 养成了买樱桃的好习惯 由于自己的女朋友要吃啊 就算是大深夜 也是要给他去买回来的 就是有这么宠意 唐一新之前的姓名叫唐婷 为了张若云也是把姓名改了 不过这两个姓名听着听着 就像是情侣榜名相同 尽管有时分会有点绕口 可是感觉就是天生一对 张若云在节目上也表明之前有人把自己叫成了唐若云 当时也是非常的为难呀 不过真是由于融合在了一同 我们才简单搞混了 国际上有一种夸交 就是唐一新张若云提到张若云唐一新成婚 前两天也是有人爆料了唐一新张若云现意领证和成婚了 可是这可并没有得到他们官方的证明 也是不知道是真的仍是假的 而在之前的采访中 那时分应该是他们在意同四年的时分 记者问张若云你们会成婚吗 他说不会 然后又问你们是想一项爱情吗 他说是的 然后记者又问为什么呢 你们年轻人好古怪 其实张若云只说 那五个字由于他喜爱 周围的唐一新听到这个答复 也是乐开了花 其实其实的唐一新 也是很享用爱情的味道 由于张若云一向都是对他特别好